北韩西海卫星发射场内被认为是新卫星发射台的设施 在短时间内已被架起 这有可能是北韩或即将发射的军事侦察卫星1号的发射设施 据美国专门报道北韩消息的媒体自由亚洲电台消息 被认为是北韩东仓里西海卫星发射场新发射台的设施 正在迅速进行施工 据美国民间卫星企业Planet Labs透露 在对22日拍摄到的东仓里卫星发射场照片进行分析后发现 被推测为新发射台的设施已出现轮廓 该设施位于长140米 宽40米的长方形场地上 在4月30日拍摄的卫星照片中 仍能看到施工现场的土地裸露在外 但16日的照片显示当地已完成混凝土胶筑 22日的照片中则能看到多台大型起重机等 显示施工作业正在积极进行 美国米德尔博里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夫舒默勒表示 北韩似乎正在为建设新的发射台而提供电力 分析认为 正在加紧建设的新发射台 将用于发射北韩军事侦察卫星一号 此前 北韩媒体报道称 以做好军事侦察卫星一号的搭载准备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6日批准了今后的行动计划